又割了一波韭菜啊 這次割了誰啊 偷偷往淨水機裡加了化學阻溝器 他們亞更不知道 化學阻溝器歸零精是嗎? 容易水會影響健康啊 省錢啊 既然提高長水率 又能應付國家水效性標準 我可算盤了 家者們選淨水器 記得要選零添加零阻溝器的 就像我旁邊的這台 新化有升級的 美帝白症PRO淨水器 就是零添加零阻溝器 純窩裡過濾 安全才能更有爆炸 即是零添水必須要有 不然隔夜的索費水 就會因為TDS值超標 沒辦法質疑 而美帝這款 就有零添水功能 能讓沉睡重新回流過濾 確保任何時候出的水 都是新鮮可指引的 更關鍵的是 新款升級的母嬰滴納磨 拖延力更高了 再加上就有磨精率 能讓水中的那行量 降到母嬰級別的滴納水平 家裡老人孩子也可以放去喝 而且相比於別家 每年一晃的濾星 他家的RO濾星 一次能用5年啊 光濾星的錢 都能省下不少 同樣升級的 還有充滿科技感的 交物觸控式龍頭 生活水 飲用水 自由切換 還可以按次於設置定量儲水 一點都不浪費 裝水的時候 也不用擔心 會漫出來了 他還是1000G的大同量 3.6秒就能輕鬆裝滿一杯水 平時洗菜 煮飯 夠用才是真本事 同時 他的降降系統 也升級到五腔水波 降低噪音的效果明顯 用水時 在廚房外面幾乎聽不到聲音 美帝這款激水器 用起來真的方便又安全 跟著我買 最沒錯